你可以相信AI修圖已經可以做到這種地步了嗎? 就是只要打打字它就可以直接幫你修圖 例如說你今天想要把髮型換掉啊 換個衣服啊把背景換掉什麼的 你就直接告訴AI它就可以直接幫你換 你連選都不用選 它就會知道你的頭髮在哪邊 你的衣服在哪邊 你的背景是什麼 過去呢可能我們要用Photoshop 做算好幾個小時的東西 現在一瞬間就出來了 這已經不是什麼去背摳圖 或是把路人消掉這麼簡單的東西了 現在呢根本就是next level 因為Photoshop以前要有多困難 現在AI修圖就有多簡單 我們今天呢就來介紹 Gemini的這個新功能 就是用AI來修圖喔 它就是可以自動辨識你圖片裡面有哪些東西 然後直接把它換掉 超簡單 今天試用了一下之後我真的超驚豔的 因為這個真的是我目前用過 修圖最好用的AI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像Photoshop的AI功能 我自己有在用 它就是你還是要自己去選擇 你要消掉的東西 沒有圈好的話 出來效果就會很差 例如說我人物要去背的話 我就要自己先圈好這個範圍 你知道嗎 但是圈好這件事情 本身就已經有一定的難度了 例如說我的頭髮啊 可能旁邊真的很難圈 你知道頭髮旁邊 這邊其實要去背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現在呢這個Gemini AI 就是你連圈都不用去看 他就是你就是直接跟他說你想要換髮型 他就會直接把你換掉 所以真的非常的直覺 然後呢這個東西是免費的 其實他現在是測試版 然後他有一些就是免費的Token數量 還蠻多的 就是我玩了那麼久 只花了500多 然後他免費的數量有3萬多耶 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這個免費額度到底是哪裡來的 是不是每個帳號都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這個帳號是沒有買任何 就是進階版或是訂閱任何東西 然後他自動就有3萬多的數量 所以應該就是有一個免費的額度給大家玩這樣子 而且他生成的速度呢非常之快 我們現在立刻就來試看看 OK 首先呢我們進到這個介面 大家會發現跟Gemini不太一樣 因為他這個功能呢目前還是測試版 所以他只有放到Google AI Studio這個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進來 你就是直接在上網搜尋這個Google AI Studio就可以了 然後你會發現右邊呢有一個Model的選單 你進來之後呢就把他選到Preview的這個Gemini 2.0 Flash Experimental 這個你就點下去 然後他就會出現一個介面 OK 選進來之後呢他這邊就會有很多選項嘛 但是你其實可以不用點這邊的東西 你就直接上傳你的照片或是你想要修圖的照片 例如說 好 例如說我想要修這張照片 然後你就直接在輸入欄裡面輸入你想要修的東西 例如說你想要把路維修掉 你想要換一個背景 你想要換一個髮型 你就直接跟他講就好了 例如說我直接來示範喔 把我的頭髮換成長卷髮 髮量超多 直接給他送出去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髮量超多呢 因為你沒有這樣寫的話 哈哈 這個髮量還是蠻多的 對 就是有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還不太穩定 所以出來效果有時候可能不是很好 也沒錯 也沒錯 他的確是捲髮 然後髮量也超多 但是呢你發現他效果不好的時候 你就要更明確一點 例如說你想要一頭浪漫長卷髮 然後髮量多 這樣總可以了吧 這個表情怎麼有點變了怎麼變鬥雞眼 對就是都會有點怪怪的 沒關係我們直接上我們的成果照 就是你今天可以利用這種溝通的方式呢 直接來幫我們修圖 然後呢其實我自己有發現 用英文跟他講話好像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 我們現在來試看看用英文的方式 例如說我用我想要一個嘻哈風格的 髮型啊背景啊衣服 然後這樣子出來 喔有啊真的蠻嘻哈 有點像布袋系是不是 是怎樣 可以再給我一些比較嘻哈的背景嗎 有的時候就是不會成功 我也不知道他的那個問題到底在哪裡 可能因為現在是測試版吧 但是呢我們還是就是放一些 我自己做出來我覺得效果很好的成果照 就是他整個背景啊 然後衣服啊 髮型全部都換掉了 我覺得效果超級好的 就是基本上我覺得我最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把我的臉完整的保留下來了 而且我是完全不需要去選取的 這是一個完全新型態的修圖方式 因為過去我們要修圖呢 我們一定要自己去圈選對不對 例如說美圖修圖哪邊有痘痘 你一定要自己去圈那個地方 當然現在可能有自動修圖 但是就是沒有這種這麼明確的區域性的 直接AI生成的修圖 這個真的是史上第一個 對真的是第一個 而且現在他只是剛出來之後呢 一定是會變得非常好用 你甚至可能就是可以直接跟他講話 他就直接幫你修 你連手都不用動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趨勢啊 而且現在只有照片可以這樣修對不對 以後搞不好連影片的背景都可以修 他就自動偵測說你現在人在哪邊 他就直接幫你去背 然後整個影片的這個背景 他就直接幫你換掉了 非常有可能啊 進擊的巨人變裝 進擊的巨人變裝 這個效果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有點二次元跟現實世界就結合在一起 其實是也不差啦 對其實是也不差 就是如果你的那個提示時可以再修改更好 他說不定可以直接把它變成 就是現實世界的這種cosplay的感覺 他現在是有點偏二次元 但是遠看其實效果相當的不錯對不對各位 其實還不錯欸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就是我現在用英文啊 其實我有叫他換背景 但是他沒有照著做 就是有的時候他就是不太會聽話這樣子 大家可以自己測試看看 因為我自己就是有曾經把整個背景啊 衣服跟頭髮全部一起換掉 我覺得效果相當之不錯 但是就是大家要自己去稍微 稍微測試一下他的那個提示時到底要怎麼用 他所謂就是照著你想要的方式走 因為他現在還是有點不太穩定這樣子 喔對然後再來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啊 因為他現在是測試版的一個介面 所以你把視聰關掉之後 你的那個歷史記錄是會完全被洗掉的 所以記得你看到不錯的照片 就要趕快把它存下來 不然你就是關掉之後他就消失了 而且呢現在這個軟體有點不太穩定 因為我覺得好像太多人在用了 所以呢就是可以玩就是盡量把握時間 不然有可能下一次就進不來 因為我今天下午就是想要玩的時候 他就進不來 然後我就有點困擾 因為我不管用Serviving還是Chrome 都進不來這個畫面 他就是整個擋掉 我覺得可能太多人在玩了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試看看那個KPOP的風格 出來會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很快 其實他現在只花了7秒鐘 KPOP風格這樣子算有嗎 可能有吧 因為我現在就沒有上妝 上妝可能是有點難 來測試看看好了 他會不會幫我上妝 可以幫我上個妝嗎 他整個變了一個 我整個換了一個臉 對啊他沒有辦法啦 那個上妝沒辦法 他還沒有那麼厲害 他其實就是每一次跟他下指令 他都是整張圖重新的生成 他只是臉把它生的很像 但是他其實是整張圖片整個把你換掉 那我為什麼現在一直在用修改方式下新的指令 就是我前面講過什麼東西 他後面多少都會被影響到 我會發現是因為他剛進來有一個介面 是教你如何使用 然後他那個第一個咒語 就是教你怎樣把可頌加成有巧克力醬的 結果在那個畫面下面呢 我就輸入我自己的圖片 然後他就開始在我的圖片裡面加很多可頌 所以我就發現前面的東西 還是多少會影響到後面的東西 所以就是盡量保持你的視窗的乾淨 好現在要來嘗試把我的背景也換成KPOP的感覺 因為這邊要改成KPOP Stage 喔有有有這張有喔 好雖然那個光線不是很自然 但是大家就是可以玩玩看 怎樣的效果會比較自然 我覺得這樣子已經算是非常成功了 因為畢竟這只是出版嘛 然後他把我的頭髮啊 把我的衣服啊 把我的背景全部都換掉了 所以是不是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對不對 就是你只要這樣子跟他打打字 跟他交流一下 你想要的圖片就會出來了 原本要這樣子修你要花多少時間 你可能就是要非常的專業 你可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可能去製作一些迷音什麼的 現在呢你就是可以直接在裡面 直接製作迷音喔 為什麼說可以呢 因為你要他貼上什麼川普的臉啊 然後什麼馬斯克的臉在裡面 都是完全OK的 給大家示範一下 Elon Musk 站在後面 他那樣會怎樣 這個效果就相當的不錯啊 遠看還OK 但是近看你就會發現 就是有那個生成的痕跡 這個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剛才說就是他這張臉都是重新生成的 你看這邊就知道了 這個臉近看是非常之恐怖 但是遠看就跟剛才一模一樣 對 幾乎一模一樣好不好 幾乎一模一樣 啊你就近看就蠻恐怖的 嗯沒辦法 整張圖片都是生成的 但是生成他總會進步吧 就是他越細的話 你就越看不出來他是AI生成的圖片 那現在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已經相當的不錯 因為原本呢我們要花多少時間 可能才能把這個Elon Musk披進來 現在你只要一聲令下 他就直接幫你做好 而且效果相當之好 再來給大家加碼一個川普好不好 讓川普也站在後面 哈哈 哎呦笑死了 因為我臉越來越奇怪了 因為每次你下那個指令啊 他其實都是從 最後的那一張再進行 再去進行生成 那他每次的話數都會越來越差 所以就是盡量保持你的咒語的簡單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成果 遠看是相當不錯 那個臉都是有模有樣的對不對 但是近看就是會覺得蠻奇怪的 很不錯啊 這個迷音超好用 迷音神器修圖神器 超讚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他的畫素 原本是第一次修改的話 是這個樣子 還算OK對不對 就是皮膚好像還有一些紋理 但是隨著你的那個指令越來越多次啊 他最後的那個畫素會慘不忍睹 就是他生成的那個 哎呦有這皮膚 對所以就是盡量不要太多次 不要修改你的圖片太多次 然後呢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以前 我們如果要用AI生成來修圖 是要用怎樣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我覺得蠻難的 譬如說我一樣用剛剛那張圖片 好假設我現在用photoshop換髮型 我就是要把它圈起來 其實也不是很難拿 就是比對沒有AI前的photoshop 其實這樣子也算是簡單的 然後我還要預期說他的頭髮會 會藏到哪邊 然後就是把它的範圍這樣圈起來 那麼這個時間就花多少去了 在這邊弄腦半天 真的花很多時間 而且這已經算是非常快速的 photoshop修圖囉 你能想像之前沒有AI之前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在這邊修頭髮嗎 好我現在用AI生成 我現在已經花了多少時間 剛剛那個只要7秒 波浪床捲髮 髮量多 好這樣子 我跟你說photoshop看到那個 絕對回來出這個功能 他們一定嚇死了 他們一定嚇死了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做這個功能 哎唷這出來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對啊就是photoshop除了自己要 自己去圈選你要的範圍之外 它下指令還不是效果很好 我真的要氣死喔 我真的要氣死喔 總之呢photoshop很難用 就是它的AI修圖 除了你自己要圈選之外 它下咒語還不好用 就是沒有那麼的精確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語言偵測啊 可能沒有像其他的AI大公司還要好 因為他們就是不是專門做這類的AI 他們雖然想要趕快趕上 但是目前顯然是不太行的 那我平常用photoshop 用這個AI功能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 可能擴展圖片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擴展的那些區域可能 白就不太重要 例如說我現在做一個封面好了 我可能這邊可能要多生成一塊背景 那非常簡單嘛 因為我的背景本來就是黑色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要非常精確的東西 喔那就不行囉 例如說像剛剛的這個 黑波浪長捲髮 你給我一個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人會是這種捲髮的 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是這樣 對所以就是photoshop現在這個這個 差太多了好不好 你看看我們的Gamlight效果有多好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今天呢只是用我的照片 小事伸手一下 如果大家呢 可以去修你們自己 例如說出遊的照片 或者是你想要製作名的照片 都可以用這個東西去 去發揮你們的創意 而且它的創意是可以無限的擴展的 例如說你今天想要做 例如說動漫啊 哥吉拉電影 或者是你想要讓你的貓 變成一隻哥吉拉 在城市裡面穿梭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修圖吧 你根本就連圈都不用圈 太好用了吧 對不對 所以大家呢趕快去玩 因為它是免費的 那之後我是猜說 這個功能應該也會登入 我們真正的Gamini 而且它甚至有可能會登入手機 就是那個Google Pixel 搞不好自己也會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沒有道理不放上去 因為這真的太強了 這真的太好玩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 很快的介紹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趕快去嘗試一下 或者是你覺得在下指令的時候 有什麼很好的咒語 也歡迎在下方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